可以看到深夜的街头 一名女子手上抱着东西 在公园行走 等到不久后 画面再次出现 她的手上已经两手空空 没想到几天后 就在公园的沙坑 被人发现疑似有婴儿的骨骸 相关讯息来听看看警方说法 而这起离籍密案就发生在台南市区 原来这一名31岁的翁姓女子 疑似生了一名女婴 但她却把人丢到附近的公园沙坑 直到两天后 这个月8号 才被附近的小孩及家长发现 急忙报警 而警方花了不到两天 10号就掌握到相关讯息 并且持搜索票找到这名女子 以及跟她同住的21岁男友 根据了解 男友根本不知道她有生产 不过警方仍在屋内 找到相关的证物 以及剪断旗带的剪刀 最后依杀人罪将两人送办 目前女方遭到检方伸压 而男方则是预令 以3万元交保后船 而警警也要进一步 来了解女婴的死亡时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